那再來就是今年轉的四肢球隊 你是如何去調適那個心態 因為有太太的家 陪伴之下我超把他去堅持 被節約這段時間 我們都是很努力的在保持自己的能力 這個其實在美國大安盟換球隊這件事情 是非常稀鬆平常的 因為就是各取所需嘛 為什麼玉成 你說他今天從第一隊從守護者 那到了第二隊海盜 代表海盜隊賞識他的能力 這是很正向的很健康的一件事情 不要把他看作成被釋出什麼樣 老實說他在大聯盟 酸民 他在大聯盟 不要你達不到那個目標 你就要去嘴人家 嘿大家我是豹子腿方常用 嘿大家我是張育成 其實我們在會員群組 有透露說我們跟張育成 會有這個會客室的拍攝 這裡目前有準備了幾個題目 都是網友也就是我的會員朋友 他們所提出的 大家一個一個來 OK 都是可以回答的啦 開始 是 在美國生活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有不適應啊 或是怎麼樣 其實我剛去美國就覺得 適應期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已經駐校的選手 最不適應就是有語言嘛 國小都沒有在讀書都在打球 所以 因為能力真的是零到 現在稍微一點點有啊 語言上的問題 對我來說是最大的考驗 其他都很OK 那你在什麼時候認識到太太 16年 球技中的時候 去美國了 對已經去美國了 我在美國 他來在台灣這樣子 透過一些社交軟體 然後好好聊天這樣子 學弟有認識 然後就學弟介紹一下 回來碰面啊 然後 過一段時間 然後才確定在一起這樣子 OK 老婆現在臉上是幸福的效果 台美的棒球練習跟技術有沒有什麼樣不一樣 像台灣訓練就比較多量化 美國就比較少量就比較練質量那種 就是我比較喜歡練少一點 因為這樣才有辦法專注在每顆球上 好OK 大好每顆球 如果你練多的話 會讓你身體上會覺得很疲乏 很累 讓你動作很快就跑掉這樣子 練多的話 你那訓練的質量就相對就會下降 而且他們是以 先討論為主然後才開始訓練 就是 那一天狀況沒有說很好 教練就會 透過影片然後隔天來教導 哪裡動作不對 隔天就會做一些調整 哦 所以是 更準確化的 針對你該訓練的地方去訓練 那在美國 因為畢竟還是那麼遠嘛 會不會想家人 會啦 像現在有了太太之後 如果太太沒有跟我去美國的話 那一定會非常想 那第四個問題 早期台灣選手站穩大聯盟主要都是投手 直到你的出現 還有台灣的野手穩定的在大聯盟 那這個情況是不是代表我們台灣的野手 是有進步的趨勢 其實我們台灣選手 素質都不差 甚至比外國人還要好 因為我們高中的時候提早就已經用木棒 像國外他們大學也是還在用木棒在打 所以我們選手其實是比較早適應那個木棒 對所以去美國是比較吃香一點 可是其實沒辦法站穩 而且沒辦法上大聯盟的圓層 就是因為在我們的心理素質上 訓練上或者是教育上有一些破壞的感覺 讓自己的心裡沒辦法勇敢的去闖 就是沒有自信這樣 去挑戰 對 所以只要去國外的選手 其實我們就是要有很大的自信 勇敢去挑戰這樣 很怕失敗那種 就我所知道 美國他們的教育 就是鼓勵選手去挑戰 但是我們台灣 這是我之前也是有講過 在台灣就是 像機器人 教練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對 這樣我認為是不對的 是需要被顛覆的 因為感覺很像我們教育 好像被教練舉軒那樣子 如果你做錯事情 就會被罵 而像美國的話 可能做錯事情就是 勇敢的去面對這個失敗的失敗中 學習到說不一樣的東西 放球才會越來越好玩的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對對 那再來就是 今年轉的四肢球隊 你是如何去調適那個心態 大隊就是我老婆陪伴 家人陪伴 在我被DFA的這段時間 沒有球隊解決這段時間 因為有太太的家 陪伴之下 我才有辦法去堅持 你不可能不會有球隊解你這樣子 你一定會有球隊解你 被解約這段時間 我們都是很努力的在 保持肌的能力這樣子 所以太太就是一直給你 正向的能量 對啊 我覺得這很重要 如果沒有人跟你講這些話 你可能會越來越陷 鼓勵有什麼爬出來 那今年換了四肢球隊 你有沒有覺得 哪一支球隊的球風 你是比較喜歡的 其實每隊都有各隊的特色 最喜歡的是光芒隊 比較年輕化 而且也比較 會比較自由一點 教練也很好相處 就開玩笑那種 而我個人也是喜歡開玩笑 不喜歡那種 太拘束 太拘束那種 對 所以很喜歡他們的秋風 這個其實在美國大安猛 換球隊這件事情 是非常稀鬆平常的 台灣就比較 這種自由市場就比較 沒有這麼的活絡 所以會很容易 如果是一個系列賽 可能今天我是代表這一隊 明天這個系列賽 我是代表另外一隊 這件事情 我有一個深深的體悟 就是美國大安猛 他們在做球衣的速度真的很快 對對對 超快的 你想這個是沒人知道的 他通知廠商 明天做一些張玉成的球衣 他就馬上就來了 對對對 蠻妙的 對啊 好快喔 我就一直在思考 這問題是怎麼可以這麼快 24小時stand by 嗎 廠商一定不會知道 他是突然接到通知 讓他馬上做 而且那一球衣 還要馬上送到球員手上 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有小孩他們也會做 也會有球衣 跟海盜豆毛做 我們到拿票 他就 欸這是你們的球衣這樣子 很快 老婆小孩也有 我也要補充一下 就很感謝這四隊 讓我能夠可以留在大聯盟這樣子 太感謝了 不然我可能就會在小聯盟 雖然在不同隊 可是讓我留在大聯盟是一件 非常幸福非常開心的一件事 說實話 大聯盟他們就是比較商業一點 因為就是各取所需嘛 球員的交換 甚至球員的交易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大家也不要因為說 是不是換了四次球隊就不好 其實不是 代表他有利用價值 人都必須要去創造自己 被利用的價值 不是換了四次球隊就不好 這個才是要真的不好 一隻球隊就沒了 沒有沒有沒有 反而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 裕城 你說他之前從第一隊 從守護者 那到了第二隊海盜 代表海盜隊 賞識他的能力 那時候是交易嗎 還是 還是直接用買 好像用買的 對 那代表說海盜隊 他願意花這筆錢 去把張裕城買過來 因為海盜隊有這樣的需求 而且有屬於他的位置 這是很正向的 很健康的一件事情 對 不要把它看作成 怎麼 被釋出怎麼樣 老實說 他在大聯盟 酸民 他在大聯盟 不要 你達不到那個目標 你就要去 嘴人家 我真的很想 替這些運動員出來發聲 更何況 棒球是個 經常在失敗的運動 真的 經常你要面對負面能量 你要保持正能量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需要你們的鼓勵 對對對 再來就是 修賽季的期間 你是如何準備跟調整 那在台灣又如何尋求 專業人士的協助 像我每年回來 可是今年不一樣 今天比較晚一點 因為換四對 心有點累 身體上也有點累 所以就想要讓自己 有多一點的休息 晚一點開始 然後超多就是這樣 其實往年說好像 我們修三個禮拜就已經開始 來這裡訓練了 那今年修比較久是修多久 大概一個月 對我來說算蠻久的 對一個職業運動員來講 是很久的 因為你看 我們就以中華職班為例 他的比賽是從三月打到大概 十月底 就打大概半年七個月的時間 那其他的時間 你說選手過很爽嗎 其實也沒有 他們要持續的去做訓練 去精進自己 把自己的不足 把它補足 不要說選手 在放假還在領錢 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個是在台灣 台灣這個環境是 每個月都有薪水 對 就是年約 但是在大聯盟 他就是 有打球的時候 球季中 才有支付薪水 對 這是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那今年的對戰當中 因為你已經對戰到 非常多的優秀的投手 在這些投手 你最有印象的是誰 應該是 Gary Cole吧 為什麼對他特別有印象 因為他的滑球很厲害 很厲害 真的很快 真的打不到 就像你設定應該也打不到 因為他的球是 直接急行下去的那種 就覺得還好 我覺得他變完全很厲害 我在之前影片 我有拍過 170的球 打出來那個怎麼接啊 而且你 你今年如果又手一壘的話 那手打者打過來 是很快的 那個真的是反應 完全都靠反應 靠你平常的練習 平常那種手感去接 而且那個 訓練也很難訓練啊 因為那個就是 不可能常常遇到啊 突然來一顆 你就是一個反應 接到就接到 接到就算了 沒關係 對啊 來來來來 這個就是 受過美式教育的選手的想法 接就接 美接到就算了 但是我們在台灣呢 我們以前受到的教育 想辦法接起來 美接到完蛋了 完蛋了 這就是 我們一直在提的 美式他們的教育 當然不是說 我們國外的月亮比較圓 還是怎麼樣 但是就這個部分 我覺得美式的教育 真的是 需要去學習 你今年也帶過四隊 海隊休息室你覺得 哇 最豪華 海盜 海盜很好啊 我覺得櫃子有差啦 因為海盜櫃子比較新 而且也比較大 然後紅襪的可能就 因為他們 比較老一點 比較有年紀 比較年紀一點 他們櫃子感覺很像會崩塌 可以有櫃子有東西放就好 紅襪觀眾席 那屁股做會很痛 觀眾席 這個我覺得就是 再回到像 對照組 可能就是我們台灣的統一嘛 他們的球場 因為本身就比較有歷史 這個就先天上的限制 那 大聯盟的球場 會有那種遊戲式或哺乳式嗎 有有有 哺乳式不知道 有 我們有遊戲式啊 有遊戲式 對啊 投籃局啊 那大聯盟的球場 有哪一些設備是 你在台灣沒看過的 你說在台灣球場 對 沒看過 我還沒去過台灣球場 OK好 不好意思 我忘記我們不同等級的 那今天的蒼泳會客室 就到這裡結束